我感觉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我能有这份工作就已经很不错了 还敢去奢求三倍工资 还敢奢求去三倍假期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还没睡醒 能有这份工作 能稳能做这份工作 已经是我运气好了 大家好,我是大刘 今天大家聊一聊 我当牛马的这些事情 今天不是中秋节吗 然后本来我计划是去跟舅舅吃饭 然后突然被主管告知 我中秋节要工作 去跟主播跟播 因为主播也要开播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国庆节 国庆节还不知道放几天假 因为国庆节我需要回家去相亲 对,我国庆节需要回家相亲 然后我提前跟主管说 我想多请几天假去相亲 因为我已经30岁了 然后恰好这次中秋节上一天班 我就想说能不能上一天就上一天 这样子那三倍工资 但是主管就发表了 来我们看看他说了什么 但刚开始他跟我说 我还有点不知道 还有一点懵逼 我就问了同事 然后到我家之后 然后慢慢捋 慢慢捋 慢慢闪 然后我才明明 慢慢的意识到 他说这句话是 他说他的内容大概就是 能给你工作 是你运气好 你还敢要去奢求什么 还敢要 还敢奢求三倍工资 三倍假期 简直就是没有玩法了 你知道吗 给你工作就是看得起点 你运气好了 你应该感恩戴得痛哭流涕 做牛做马的报答公司的恩情 而不是提出这些很荒谬的东西 因为现在公司开始全力转战活动直播了 所以外包里有专门办活动的公司 而那公司的员工工资都普遍比较低 而当初招我进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拍品轩类的视频 现在对我现在对他来说 我这个工资已经是很高很高的了 因为活动直播那些工作的话 你招一个大学生进来 你随便教他一两个月他都能够适应 就没有什么很难的东西在里面 登关调音音控 这些都是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的 其余的工作的话 只要你干毕业 或者说你即使你什么都不会 你进去了 努力学个一两个月都可以胜任的 之后他可能就觉得 我对这份工作就不太适合了 觉得我工资太高了 可能就想炒掉我了吧 我当时也不应该说那句话 或许是我自己情商的 也不应该说那句话吧 接着来看就是他之后就是说 想要炒掉我了 就是被老板说了一句 我可能还有点用 帮个老板 长个机会拍个特效什么的 可能还有点用 所以就没有被炒 然后之后就是他的一些话了 就是说 要独立什么的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可能没几个人看 但视频还是要做的 有些东西说出来就会好了很多 对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